高雄市長不懸投票日下午 一聲輕便黃色POLO山 現身林園普苑寺投開票所 回歸平民的韓國瑜一派輕鬆 確認有不少熱情支持者到場聲援 抱歉喔 那個路啊 謝謝喔 小心 接下來就繼續勇敢 你怎麼往前走 面對媒體追問下一步 韓國瑜用行動說話 就在14號李梅貞競選之夜之天 從罷免下野算起 消失長達64天後的韓國瑜 卻用最熟悉的方式回到盡頭前 我們買一送贏 我們市長頭3號李梅貞 讓行政院長給陳婷邁出韓寶 好 選前最後一天站台 要幫李梅貞鞏固基本盤 也要替黨主席江啟臣守住訪線 即便從後台進入 海市集滿支持群眾成為各界焦點 各界更關心 是否也是韓國瑜黨魁戰的試驚石 在昨天這麼大的潰陀大雨當中 那他大家吃吃等吧 他對於國民黨黨主席 他還是一個不可輕忽的力量 因為韓粉的凝聚力還是非常強 那江啟臣現在看起來是比較弱一點 韓國瑜的高冷氣讓黨主席江啟臣 被感壓力 尤其2010年藍軍黃昭順拿兩成選票 2014年楊修欣則有30.89%得票率 李門正確失守三成得票率 江啟臣受挫 反觀韓國瑜在造勢場合上 驗證自己還有深厚的政治能量與底氣 也點燃藍營2021黨主席卡位 2024總統大選的前哨戰 借由江鼎 張宇軒 SN小組 高雄報導